好 跟民生消费有关 六月份行政院大众做了协调了六大卖场的业者 来成立评价抗涨专区 不过在三个月之后 有民众就发现了 在抗涨专区里头呢 卖的都不是民生必需品 比较多的都是零食啊 或者是一般生活上不必要用到的商品 那么消息会也公布了九月份的调查结果 居然发现全台湾有近七成的卖场 评价专区通通不见 抗通膨减便宜 卖场评价专区里面粉 沙拉油 蛋 沐浴乳 还有卫生纸等十大名声用品 贴上特价标示 在行政院协调六大卖场成立抗涨专区 这三个月来 到底有没有让消费者感受到抗涨 应该是不明显吧 对啊 感觉上好像也没有看到 他有什么降价啊什么的 有民众觉得抗涨专区好像变小了 消息会也公布九月份调查结果 媒社评价专区的卖场就占了69.9% 原价特价标示不清的有33.3% 至于没有将十种基本名声用品全摆出来卖场 更占了90% 最近价格居高不下的鸡蛋 在部分评价专区里根本看不到 感觉上是只有三分钟这个度了 就是说当时在消费者在有苦于物价飞涨的时候 他们大动作的去官员做一个视察 在这个设置之后 他们有在后续的去做追踪去做考核的话 我们也觉得说在这个地方事实上是有所缺失的 当初卖场在政府协调下以十项基本名声用品大规模设置评价专区 但现在专区里名声必需品变少了 却多了些饼干咖啡等非必要性商品 评价专区是不是真的达到平易物价效果 还有协助消费者控制 卖场和政府可能还得再检讨 真新闻旅学号五听台北报道 你不在评价位的呢